先炒鸟肉粒 放些过沙油 早点就做了 最后马上炒 再用青红椒 两种做配菜 放在浪漫的酱汁上炒 炒到的小骨味 就可以把调好的酱汁倒进去 再炒到的三次二十二下 就非常美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澳门厨房 今天炒鸟肉粒 够了野味 哇 是不是好正呢 鸟肉粒我今天就用这些鸟肉 去切成粒粒的 有的超级市场 也有新层鸟肉粒卖的 当然用鸟肉也没所谓的 你们就自己收拾了 切成这么大就OK的了 调味的话也好简单的 炎糖各一根 四油好油也拿一根 半根的线抹黑胡椒碎 醃制鸟肉放一根鸡蛋清 就好嫩滑的了 先炒滚稳一下 再放一根的生粉下去 继续炒多两下 最后才封点油 腌炒二十分钟 一步一步来 腌制的鸟肉才好吃的 接着就再来调个酱汁 事关炒鸟肉 我们不能炒太久的 事先把酱汁调好 等下倒下去就好快的了 这样的话 鸟肉也不怕炒太久 海口啦 起层的油温 把腌制好的鸟肉粒 放下去过下油 炒的油温 可以马上把里面的鸟汁锁住的 九秒钟左右 早上马上闹着了 过中了点油 把鸟饭爆上一下 再用青红椒 洋葱 做配菜 薄草 炒至上尾 就可以把鸟肉粒 煮过了 这样下去炒鸟肉 也不怕炒骨头 或者炒太久 炒太久了 炒太久了 就可以把鸟汁锁住了 再炒太久了 再炒太久了 就对馅满味了 最后再放进去胡椒碎 把香味剩下 炒太久了 再炒太久就完成了 哇 味味的酱汁 挂在鸟肉粒外面 是不是好酱呢 炒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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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滅凉的 攝影 D 咖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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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